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早安 早安 早晨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来回应祂 来歌颂祂 让我们在祂的安息里面 来向祂唱出最深的回应 一直渴望 有一个家 却因害怕 彷徨旋徜律 一直渴望 直到 遇见你 经历你 带领我 进入你应许之地 有怀过你 何尘到底 太奇妙 太彻底 太奇妙 太彻底 你爱永无至今 无至今 就算世界 在祂的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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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的怀里 找到安息 不再恐惧 不再逃避 目前为止 我他的行为 无线 却 shape nuestra mente 宣传我 有尊重险 属于isi colours 属于牵入TO席 Trade 太奇妙 太徹底 你爱永无至今 无至今就算世界 我离心 我仍要抗拒你 你就是我的圣灵 我仍要抗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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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ight for us You fight for us 手心放 手边上 我复活的君王 我一生都养了我 你的是家 我全心堪 心意 是我回到 你的家 我全心感谢你 是我回到 你的家 主 你是为我们奋战到底的神 主 在敌人面前 你为我们摆设演习 主啊 你总是在最前头 为你的百姓来征战 主啊 因此我们要说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来与世界征战 乃是靠着神 你的恩典 因为你是征战得胜的神 主 让我们早晨来思想 你征战得胜的这个奥秘 主 让我们可以 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来呼求你 来呼喊你 因为神 你为我们已经征战得胜 我们将祷告 敬拜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神的儿女们 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来献上感恩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感谢主 因为祂为你征战 而且祂带你进入得胜 讲到征战 你可以用战争来理解 所有的战争 一定有你要战胜的对象 所有的战争 一定有你要夺回来的领地 所有的战争 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智 战争的心智 弟兄姐妹 台湾现在就在一个这样的危急的状态的里面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恐怕我们没有办法平安度日 战争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可是不止如此 每一天我们也有属灵的征战不是吗 属灵的征战不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 我们也要明白到底要夺回什么领地 我们也需要明白要有什么样的心智 我们才可以靠主得胜 所以今天第一个牧师要跟你分享 我们到底在为什么征战呢 我们对谁征战 征战的对象是谁 我想我们都清楚 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世界 撒旦 跟肉体 那么不管你征战的对象是哪一个 这些对象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毁坏你里面像耶稣的生命 这个征战就是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换一个角度讲 天父啊 他让他的儿子是为更像耶稣而战的 我们的战争是为更像耶稣而战的 我们的战争是为了保守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而战的 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有一群人来找耶稣 他们想要找耶稣 想要拥挤耶稣 拥戴耶稣为王 但是耶稣不要他们 耶稣讲的话可能还有点冒犯 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 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敬畏神 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要得生命 你们找我实在是因为吃饼得饱 你们是为地上的食物来找我的 耶稣说不 我不会跟你们在一起 我知道我是谁 耶稣说我是天父的儿子 我是为天父的生命而战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耶稣是为属天的事物而战 不是为属地的事物而战 孤儿是为属地的事物而战 但是天父的儿子是为属天的事而战 弟兄姐妹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大大小小的征战在征战什么呢 你会不会为你的民生征战 你会不会为利益而征战 你会不会不想吃亏而征战 你会不会骄傲而征战 你会不会设定一个计划目的为他而战 各位我要告诉你 这都是孤儿所求的 孤儿所求的都在地上 可是如果我是天父的儿子 你一定会相信圣经讲的一句话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你会知道你为天而战 你为属神的事而战 特别是为向耶稣而战 因为当你的生命向耶稣 天国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 当你的生命向耶稣 所有的天父从天上来的荣耀 彰显在你的身上 你里头就知道我是天父的儿子 第二个 在这场战役里面 天父的儿子是为什么而战呢 是为天父的爱 仇敌要夺去我们里面天父的爱 世界要夺走里面我们爱天父的心 我们的肉体 要让我们回到那个孤儿的状态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弟兄姐妹 为什么有人经历神了他还是不信 为什么有人已经遇见我神机得着 医治恢复了他还是不信呢 因为他仍然是孤儿 他没有接受他是儿子 你知道孤儿的特征是什么 孤儿的特征就是相信自己 即便耶稣医治了我 那我知道我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啊 难道我不努力工作 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难道我不要努力的读书 我就会有好的学历吗 难道我不去努力 我的一生就有成就吗 会讲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他在孤儿的心里面 我再说一次 孤儿是为地上的事忧虑 孤儿是为地上的事征战 可是当你是天父的儿子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在天父的爱的遮盖的里面 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成就的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我说弟兄姐妹啊 你已经是天父的儿子了 你要明白你有一个恩典 你要追天父的爱 你不是追钱 你要追天父的爱 你不是追民生 你要去追天父的爱 而不是去追你需要的那个东西 爱你的天父 难道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吗 爱你的天父 难道不会供应你吗 爱你的天父 难道不会引导你吗 爱你的天父 难道不会保护你吗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听到一个比喻 我觉得蛮合适的 他说有一个人 背着背包坐在车上 当他上车了以后 背包还是背在身上 一直背到他下车 那为什么 司机就问这个人 你为什么一直背在身上 你坐车你可以把包包放下来啊 他说不 我放下来怕丢掉 怕不见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样啊 明明天父的爱要你卸下重担 但是你说 no 我不可以把这个重担卸下 因为如果我卸下了他 我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我卸下了他 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成就 如果我卸下了他 我就没有办法知道 我的未来要 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儿子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不用求地上的事 我们求天上的事 而当我们保守了天父的爱 我们在天父的爱的车盖里面 我们什么都有了 平安属于你 喜乐属于你 自由属于你 光明属于你 Hallelujah 弟兄姐妹 第三个 战争你要有心智才会打 属灵征战的心智就叫做受苦 圣经说你要为受苦做心智做兵器 你没有受苦的心智 你没有办法去征战的 天父的儿子是为受苦顺服而战的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用吃我肉喝我血 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为我们牺牲他的性命 他为了爱我们 愿意牺牲他的性命 耶稣是受苦顺服 征战得胜的主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也能够受苦顺服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我们的人生也要跟耶稣基督一样 弟兄姐妹 如果你预备好 人生里面没有风浪 可以奈何得了你 如果你预备好 没有仇敌能够攻击你 因为你跟耶稣一样 耶稣复活你也会复活 耶稣得胜你也会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孤儿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儿子则是为更向耶稣而战 让我们一起感谢父吧 因为我们的一生 不是为属地的事物而战 而是为属天的生命 为了向耶稣而战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为世上的事物而忧虑 让我们乃是为世上的事物来征战 主啊你的话说 我们先求你的果和你的义 其他我们没有向你所求的 主你都说你要嫁给我们了 主让我们可以祷告 主我们更多想要有像耶稣的生命 像属天的生命一样 主更像耶稣 让他在三年的生命的时间 传到里面 主他就更多来宣扬 父神你要他所行的 父神你要他所说的 主啊而我们有的是这一生 主啊求你更多来激励我们 带领我们扩张我们的眼界 也让我们领受你的意向 去明白去理解 去施行父神你所要做的事情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今天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 和目的是什么 主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战的 主你是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儿子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是为了能够 更像耶稣而战 主我们赞美你 因为我的一生不是为了属地的失物而活 我的一生是能够为了更像耶稣 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因此主你要使我们 每个儿女能够靠着主 在一切的征战上能够得胜 并且不只是得胜 还能够得胜有余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是天父的儿子 你里头一定会有一种满足喜乐 你不会感到饥饿 你也不会感到饥渴 你里头有极深的满足喜乐 你乐意跟人分享的 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父吧 因为他常常保守我们 在天母的爱里 让我们为天母的爱而战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使得主谢谢你 祿得主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成功 祿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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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里面 祝我们可以与人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父神 祝你为祢保守我们在天父的爱 为天父的爱跟着孤产 祝我们现在祈祷 祝我们在祷祷 祝我们在祷祷 是的 主 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成为祢的儿女 主啊 谢谢祢 让我们可以称祢为阿爸父 主啊 主啊 祢说 一天的忧虑 一天担就够了 主啊 祢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祢的面前来 主啊 我们真的是说 我们要尽力的去活出爱 去分享祢的爱 主 我们谢谢祢 主啊 主啊 谢谢祢将生命的粮赐给我们 主啊 祢说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是的 主 我们因为有祢的爱 我们就不再饥饿 不再口渴 因为我们有了战备的粮 我们就要征战得胜 是的 主耶稣 我们为了天父的爱而征战得胜 主啊 再次加天 给我们这个喜乐跟满足 让我们能够与人分享 能够分享天父的爱 让我们在爱里面得着释放 谢谢主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荣耀宝贵的名 是的 弟兄姐妹 耶稣说要吃祂的肉 喝祂的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 与主合一 接受耶稣受难的生命 甘愿为主受苦 学习顺服 让我们一起感谢父吧 因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了 我们是为了主活 甘愿受苦 顺服而战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耶稣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舍下祢的生命 主祢赐给我们祢的血 祢的肉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 祢不论我们犯什么样的罪 祢今天我们都要像那小儿子一样 跑回天父祢的怀里 祢我们承认自己不完美 祢常常犯错 祢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有困难 我们有挑战 即使我们还在受苦受难中 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中 祢因为我们知道与祢同在 祢必会为我们征战 祢不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与才华 而靠着祢圣灵的能力 祢要将我们自己的老我 钉死在十字架上 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 谢谢耶稣 祢是的我们谢谢祢 祢因为祢的喜乐总是我们的力量 祢帮助我们快跑跟随祢 不依靠自己 乃效法祢那十字架上的模样 祢是的正如保罗所说 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为要为我们成就将来 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祢是的我们的盼望在祢里面 因为在我里面的比世间更大 祢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的 是主祢恩典的磐石 是祢煮祢自己的血 祢的肉 祢让我们吃下去 也成为愿意效法受苦的模样 教室人能够可以在万事互相效力的恩典里面 去理解主祢所赐我们那凡物共用的恩惠 祢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愿意牺牲自己 成就神里神迹的器皿 这是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的阿爸我是祢的儿子 我愿意更向耶稣而战 我愿意为天父的爱而战 我愿意为受苦顺服而战 祢带领我们争战得胜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You'll fight for me 本山倒地 太奇妙 太诚定 你爱永无知己 不知己就算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